安安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小孩的自信 事實上一般家長都會希望自己的小孩 能有自信 能在睡的場合要積極 決定今天假如說 主持人問說 活動主持人說有沒有人的志願 我們來徵求消耗事 有禮物喔 家長一般都會說去啦不要 這時候去啦不要不要的時候 事實上已經有了小孩已經走去了 你說他是自信不自信這很難講 但是他自己主動這算是事實 第二個來講還有一個就是說 活動 活動來講 這裡有東西喔 有的小孩不要不要 有的小孩就自己就默默走去了 我可以用嗎 你可以幫我嗎 類似 他會尋求主動跟尋求人家的幫忙 當然你說這個是不是自信 是啊沒有錯 這就是自信 再來就是跟 這或者算某個部分 人際關係 但是如果在社會學家來講 與社會鏈結的能力 鏈結的能力 這種社會鏈結的能力來講 有兩種人 應該說三種人會特別容易沒有 第一個 小孩從小 不管是你說受寵受怎樣 或受傷害不清楚 他沒有自信 沒有信心 不知道什麼因素 家裡因素還取消因素 外在因素 八年因素不知道 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是老人 老人我覺得活靈還越老了 我以前忽空喚語 現在就覺得好像 就被社會要拋棄一樣 這個來講是他的問題 也不是 就是一種社會的常態 因為你變成是 在物理身體來講 你會越來越薄弱 所以事實上 很多人在講說 以後隨著科技的技術 生意的技術來講 如果當老人的身體 他可以獲得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長久的保存 可能不是說到永生 就是讓你的身體老化變緩的時候 假設一個人 七八十歲的老人 他的體能狀況 還跟40歲一樣 他不見得就會落落了 因為他有一定的體能 會做一樣的事情 體力大不從前就很麻煩 那如果有 他就會一個人 所以等於是說 老人有時候會一個人 第三個是什麼 哪一種人 失憶的人 失憶的人 失憶不是不記得 中年 就是一般來講 中年 中年失憶的人 或遇到挫折的人 那為什麼統稱是第三種 為什麼 求學遇到挫折 算不算 算了 已經成年了 然後呢 第二個來講是什麼 那個 婚姻遇到挫折 一絕不正 感情遇到挫折 對不對 然後再來什麼 工作上 中年的一個 中年的危機 發生了挫折 或是說 他的一個創業的 自己的一個 事業體 遇到了一個挫折 這三種的部分 你的自信 都會越來越 有的瞬間掉下來 有的就越來越少 但是他就是 漸漸消亡 那自信這種東西 事實上 如果你是 低谷期 那真的就是 之前我們節目也講 久說說白就是 你需要第一個時間 第二個就是 慢慢自己走出來 就像 狗狗遇到 你看那個 非洲草原 的 非洲草原的 那些 動物 獅子啊 的部分 他們 遇到了一個受傷 之後他們都自己 天天傷口 摸摸的 身體的養 因為他畢竟自己是 一個強者 一般的中年人 或是說 以前的事業體老闆 他都是這樣的人 他已經有具備的能力了 他站起來 只是他自己心裡的素質 站起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 就是 長輩來講 事實上 最好的方式就是 例如說現在的生意技術 現在可能還沒有 但以後可能 它會有那種 讓你的身體的 細胞老化的技術 這個醫學已經講了 大概近十年 可能就沒辦法出來 出來之後 當然這還一樣是 有錢責付費 這種東西 新技術都會運用在 有錢人 有錢人的地方 去大把的一個消費 那 就會開始有人 就去大把保養 那時候真的是保養 他不是保養 是讓你的身體 延緩的老化 所以到時候可能有沒有看到 一個七八十歲的人 他的體力卻跟五十歲的人 你不要小看 這好像五十歲 七八十歲好像差二三十年 那個體力可是 差很多的喔 你看很多長輩來講 五十歲跟八十歲 那個體力完全是 不會比你 對啊 這個事實上都可以 再來是說 小孩的部分 小孩的這個部分來講 他的變數比較大一點 為什麼說他變數比較大 第一個 他可能是什麼 原生家庭 父母親的關係 或小朋友在求學的過程上 有沒有 發生了一些狀況 特急 導致他的什麼 他的一個自信心的暴落 那這個來講 有時候我們在看小朋友自信心 他可能一兩年前 他還是一個自信心爆棚的 就發生了一些挫折 他就掉下來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 很難去判定說 絕對的對跟錯 這個有點很難去判斷 但是 應該來講 就是說 應該來講就是說 再整個的一個 如果是說 再整個的一個 那個 小孩的一種自信心的部分 應該來講 父母親 有時候就是說 不管是長輩或做人 想要幫他 我覺得 事實上不要超自過期 說實在話 第一個 時間是最好的良藥 但是有人說 時間要等那麼久 之前我們節目有提過 時間太久了 我們需要能不能一個 加速器的方式 第二個來講 我覺得如果不管有沒有加速 有一個很大的點 你必須了解他的癥結在哪裡 很多父母親最常遇到的狀況 就是說 我小朋友 我去問他 他不講 很多狀況都是這樣 的確不講 就像跟那個警察 在問犯人口供一樣 他不講 就沒辦法 警察不講就算了吧 錯 要怎樣 要資本摸瓜 要擠牙膏 慢慢去找問題出來 可是事實上 這就要花很多的心思跟精力 但是 我們舉例 講這個事實上 可能會得罪一些人 但是事實上還是要講 很多父母親 他為什麼小朋友的 會慢慢有點 比較沒有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或在自己覺得有點遠 為什麼 他就是因為沒有花太多的時間 跟精力在上面 但有些可能是因為工作 這個我們真的要 不能以便 我們只是用一種 有意說一合理的去說 有可能就是因為 有某些因素 讓他沒有辦法那麼的長期的 跟在小朋友的一個釘的旁邊 所以他今天遇到狀況的時候 他的困難度升級了 你要他再用 這樣的方式去可能不夠 假設原本是8分的一個關注度 現在遇到狀況 你可能需要用到12分 8分滾 8分的支援度就不夠了 所以他的一個循環就會有點怎樣 他就有點類似說 他就有點類似說 他就會進入了一個惡性的一個循環 他的確他就有可能會進入了一個 惡性的一個循環在裡面 對 所以等於是說 應該來講就是說 很多東西來講 他的一個點 他的一個點來講 他並不是說一定怎麼樣 但是都可能是一個 等於是說你要先去找因素 所以有時候抓問題來講 這個好像是一個陷入一個好狗戰 很麻煩 你也搞不清楚 你問小孩問不出來 正常會問不出來 為什麼 他如果可以跟你講 就沒有問題 就是因為沒有辦法跟你講 所以很多人就會求助心理醫師 或什麼 事實上 心理醫師這種體系 平行來講 在這種醫療體系的心理體系 都很難 為什麼 舉例 你小孩看著你的父母親會在旁邊 會嗎 小朋友在那邊 父母會講 會不會講 不會嗎 像舉例來講 父母親又是有人 老師我小孩有什麼問題嗎 然後老師就問小朋友說 我們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小朋友怎麼去沒問題 這時候事實上我們講的偵訊叫什麼 就是隔離偵訊 你怎麼會把一群人混在偵訊 但有時候是交叉相成 是為了確認一些點 但是事實上大部分來講是 還是要隔離偵訊 你才得到比較確切的一個情況 所以事實上找出 我們今天並沒有花太多時間 是在琢磨在找出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是用一種 比較廣的一個部分來源 第一個來講就是找出問題點 第二個來講就是 我覺得是要改變 我覺得如果是家 那個小孩的話 有蠻大一部分是跟家庭有關 不能說絕對是家庭 但是會有關 為什麼 舉例 小朋友如果是在學校遇到的狀況 他有一部分 他回來家庭有沒有辦法獲得迅速的解決 有時候憑心而論 有時候也會講說 好像觀察度比較高的父母親 比較能感受到小朋友 但是有時候過多也不好舉例 因為你父母親如果完全弄小朋友 沒有問題 所以說父母親這樣問小朋友出去 在學校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有點奇怪 就像那個什麼 你在職場老闆過來說 還OK嗎 你一定會講不OK 不可能 你會講OK 哪怕你是OK但是 你一定會這樣講 OK啊但是 但是才是bug 老闆有時候知道你要講 但是就知道你要講 太細的東西 他就OK 那我先離開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不想聽但是 家長不一樣 家長要聽的是但是 那小朋友就是OK 但是他都沒有但是 那你說他為什麼不講但是 有很大一部分 為什麼你會講但是 是因為你在社會已經久了 所以你知道怎麼去 適度的放話 可是小孩不會 所以等於說 為什麼小孩不會放話 他就會覺得很納悶 你不知道我 他這時候又很生氣 坐了一個腳 然後你就會生氣說 為什麼我關心你 你還這樣 去寫作業 去幹嘛 一來一往 就封閉起來了 對小孩的內心 就有點像心臟的半模式一樣 開關開關開關 他造型的時候是開 但是你要是不順意 就關 那你關起來 你就會覺得他是一個壞小孩 錯 關起來他是怎樣 他只是不知道 這時候要迅速要打開 你知道 這時候什麼 需要學進去 他只是不知道這個邏輯 但是我們也不能說 一定是這樣 就好比如說舉例 像很多感化院的小孩 你看很多的少年法律 他最後是什麼 這個人有沒有感化的可能性 這個事實上聽起來 會覺得說 這不就是一個法官的口容 但是事實上他有一定邏輯 是什麼 感化性就是說 這個人如果還值得救 那就救 不值得救 只是說在整個法律的一個 推行的機制 在講斯多芬百出 就很多的官僚 或很多人會順的話講 還沒有知道怎麼去照律師的話講 必動就輕 摧毀了這個問題沒有錯 但是他的原因是沒有 原意畢竟還是怎樣 還是比較偏向良善的 只是說後面這個社會的大欄剛 造成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這就是一個點 那我們今天講這小孩的自信心 第一個我們講父母性的觀察 第二個父母性的古舊 第三個我覺得是一個 很多人遇到狀況的時候都會怎樣 去怎樣 遇到一些突發狀況 小朋友來講 第一個就是 比較有可能是自己本身的自信心不足 就好比說小孩 有時候我們在看小孩 在家一條龍 在外一條蟲 不見識很好吃 有時候在家一條蟲 在外一條龍 一般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種情況是小朋友 在家反而比較沒有受到喜愛 然後他必須生存 看一下顏色 他外面反而比較容易生存 一般人家是這樣講 在家裡如果是備受關愛 呵護甚至溺愛 他已經上次了生存能力 就跟獅子和小小虎 他動物園已經享受了酒 蘇智軒酒 出去外面也沒有辦法進生 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相信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再來很多人就說 父母親應該要放手 我覺得這個又是一個更大的難題 這個太難了 決定 太難了 這個太難了 這個好痛 換藥 你不換藥怎麼會好呢 好痛啊 忍住 這是對的 沒問題 今天如果換的是你的長輩 你的父母親 換藥父母親都好痛 痛才有用啊 對不對 要忍住啊 對不對 是不是有錯嗎 對你們合理 換你的小小的小朋友 很小的小寶貝 小寶貝 小寶貝 一歲甚至周歲 哭 喔 不要了 夠了 她很痛了 有沒有發現 怎麼差這麼多 我覺得這事實上不能怪父母親 這是天性 這事實上就是天性 我覺得這個不能怪父母親 這是幾乎人性 這是天性 只是說這個事情的一個誇張恐怖而已 對 如果說啊 完全不能認識 只是說這個是為什麼 比較符合一種比較天性的一個狀況 對 所以等於是說 小孩的一個自信性 很多人都會直覺都會覺得是父母或家庭 對 那很多就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 如果一半都想家庭 可是因為目前社會的結果太快了 我覺得以後應該會有一個情況就是 呃 有人會講家庭或教育或學校或多人 我覺得這個 因為以前的社會變化比較單純 所以這個事實上都可以去問 可是因為社會現在連結度太快了 對 安親班 學校 補習班 社團 團體 課後服役 課後才藝 這些每個都會有連結關係 所以一般來講 我覺得還可以統稱 就是什麼 跟小孩有關的影響團體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會比較統籌 然後呢 跟小孩有關的統籌這部分 區分開來 區分開來 跟他有血緣跟殷親關係的 跟沒有血緣跟殷親關係的 我覺得把這兩個分開來 老實講 第一個是統籌 第二個在這兩個統籌 再給他區分兩個 一個是跟學員有關 沒有學員 學員有關是什麼 舉例來講 就是他自己的 爺爺奶奶 外公外婆 父母親 兄弟姐妹 那個什麼堂哥表姐 這些說的姑姑阿姨 舅舅之類的 這個是一個點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什麼 再來就是 他的一個 他的一個 就是有學員的 另外就是其他 其他的什麼 學校 安心罵的補習班 就是會有連結 但是呢 這個東西來講 就是一個關係度 就是同學的 一種肯定 學校的互動 團體的分組 或其他家長的一個態度 或老師對他的一種 責罵度 這個都會有影響 當這個東西 你覺得是要有效 去定義著他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事實上 先理解小孩的問題 是在哪裡影響比較多 如果這兩個區面 你可以先分出一個的話 另外一個部分 你就可以收斂出來 另外一個部分 你就可以用一種 比較平常的方式去對應 再來如果假如是跟 血運有關 或陰輕有關的 那就往這個方向去做 如果是沒有血沒有陰輕 就往這個方向去做 理論上沒有血沒有陰輕的 這個點 有人會覺得不好做 可是事實上 也比較容易 為什麼 因為他畢竟沒有長久的 舉例 安親賣有問題 雖然這時候我們常講 逃避是問自己 但是事實上 當如果發生了霸凌 或這種惡性傷害 或說你的理論上 霸凌理論上 是應該要離開快的環境 因為霸凌者 他就跟架暴一樣 他就沒有那個 這個是一個 再來就是有效的 改變他的環境 莫母三千的一個思維 我覺得這是一個點 第二個如果是跟血緣 或陰輕有關的 我覺得這時候要看 這時候要看 就是說 哪些是他的 會一直來 負面的情緒的來源 你要這時候就要細分了 是原生家庭 還是親戚 理論上來講 幾乎是原生家庭 因為親戚來講 就是 交集度 除非你這個家庭 比較特別 有很大的一個 三代同堂 或什麼的 很大的一個連結點 否則如果正常 一般都是原生家庭 父母親 兄弟姐妹 這種所謂的 知識 這種所謂的 隔代教研 這些的一個點 如果這些點的時候 這個來講 可能就會比較 我們兩次比較 比較牽扯到 裡面的成員 可能必須要 也要去同步優化 因為你這個 非姻親或姻血緣 人家不會為人去改變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挑 但是如果姻血緣的話 如果是父母親 如果是兄弟姐妹 這個部分來講 比較能怎樣去 可能要做 同步的優化 會對這個人 會比較好一點 我知道這有點難度 可是這個時候 你就要再細分 如果這個是跟隔代教養 或跟教養有關的 那就是什麼 爺爺奶奶 外公外婆 父母親是這樣的 兄弟姐妹又可以拉開了 如果是跟爺爺奶奶 教養 隔代教養 是跟父母親的家教 這個有關 那就是拉回來這一關 如果是跟兄弟姐妹的相處 就會有關 假如一般大部分都是跟父母親 因為父母親是最直觀的 除非你是教養問題 或是父母親來講的話 就是什麼 這時候父母親就來了 理論上 這邊真的是一個良解 雙方父母親 都要去做調整 為什麼 有人說那是父母親的問題 問題是錯 事實上父母親 他事實上又教養 他算是連動關係 他就有點像橡皮筋 一個繩子穿過一張紙 拉左一點雖然是左多 可是右也變少 拉右一點雖然右多 但左也變少 他兩個是同站的 除非中可能 剪斷離婚 那兩個人就各不各的 但如果沒有之前 理論上 他事實上是連動 事實上 如果剪斷離婚就更難說 是沒有錯 是單純 可是對小孩是傷的 因為他總長是那麼長 你把他剪一半 他再怎麼增加 就只用這一半而已 所以離婚事實上 單純 但是事實上對小朋友 最有利的嗎 這個父母要思考 因為這個東西 我記得簽了套太細了 所以我們沒有講清楚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事實上如果跟父母喜歡 事實上連動 連動一起改的話 對小朋友自信心會有幫助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在小朋友的自信心 有的人會覺得說 遇到的狀況我不知道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算是一個比較 很初步很粗淺的一種分享 但是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家庭都遇到的狀況 真的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 百百不一樣 千辛萬萬都不一樣 對不對 南緣北澤 這真的成語用在這裡 真的是南緣北澤 這是差太多 天差地緣 對啊 這就是一個天差地緣 這一個狀況 所以老實講 就是說 就會不得其門 今天只是跟他做一個淺聊 跟交流 因為事實上 我們之前有提到 就是說 父母親事實上 是對自己的教育 絕對有百分之百的 沒有一個父母親 會覺得自己的教育是不對的 除非他遇到的狀況 除非他遇到的狀況 但遇到狀況的時候 有時候父母親就會忍下心 來再去修正 這是OK的 但很多父母親遇到狀況 啊 串串下去啊 所以有時候父母親 有時候對自己的小孩 事實上 很容易破罐子破摔 躺平 然後事實上 他再對小朋友說 你們不能躺平 你們不能內耗 你們要自立自強 這就有點奇怪 這就有點類似 舉例 像很多家庭 小家裡都會說 哪一個區域 這個食物 例如房間不要拿去吃 然後父母親 趁小朋友不對自己拿去吃 吃得很開心 那小朋友看到 現在父母親說 你們東西不要拿去吃 那小朋友就會 這就是生教 紅花杯是生教 那如果父母親都不拿去吃 那小朋友要輕輕講一下 我們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這個跟職場 職場很多主管都說 要認真 然後五點人就不見了 甚至三點人就不見了 所以這樣公司的文化會有正常 但不正常 所以這是老闆資方要是想的問題 這是沒有錯 那我們舉辦在家裡 或家庭或獎金獎 小朋友自信度的問題 這事實上就牽涉到很多的方方面面 我覺得這東西牽涉到很多的方方面面 所以自信這種東西 講是很簡單 就是自信 加油加油 如果你是口號 情緒 情緒價值 這沒有錯 可是事實上 這個應該是說 當你這些事情都做的時候 再來一個疑似感 加油加油加油 我覺得比較有意義 而不是空只有加油加油加油 老實講沒有 沒有 沒有那種感受度 或許 還是一樣 很多事情沒有覺得對跟錯 而且每個人都每個看法跟想法 這個社會 節奏變化越來越快 人也是越來越有想法跟看法 每個人也都越來越往自己的一種獨立思考 沒有我也是獨立思考 獨立思考跟網絡的話就是不一樣 這個我們改天再來了解 但是說每個人都每個自己的一個想法看法 但是這個東西能不能直接去幫助到 你關心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值得深考 深思的問題 好今天先分享到這邊 bye